巴拉圭總統阿布朵 接受外媒採訪時表示 希望台灣能投資10億美金 來幫助巴拉圭抗拒大陸的誘惑 還說我們在和台灣總統合作 希望能夠感受到真正的好處 因為台灣連媒方交的國家 都能得到60億美金的投資 所以我們需要10億投資在巴拉圭 難道正有友邦赤裸裸的 跟台灣要錢 獅子大開口 巴拉圭是目前台灣 在南美洲僅存的邦交國 僅剩的14個邦交國中面積 最大的友邦 蔡政府任內斷了8個友邦 其中6個友邦都在吳釗謝任內 消失不見 現在巴拉圭 要這10億美金到底給不給 巴拉圭是真的要跟台灣要10億嗎 這樣會給嗎 艾鴻是斷交部長 吳釗謝快不離去 但外交部說 巴國外長向我方澄清 這麼說 雙方的關係是奠基在 共同的價值跟理念 不存在交換的條件 不交換 但這10億美金 是不是還是得給 在野黨炮轟 難道只能拿百姓的錢 去維繫僅存的邦交國 他只是說沒有交換 但是他沒有否認 巴拉圭要10億美金 我們又不要出 這個事情一直沒有回應 此地無印300兩 叫做金錢外交 用金錢買邦交國 光從外交部的預算 就比馬英九的時候增加了 一兩百億應該是有 請問這321億的預算 你要從哪邊吃 如何的去回答巴拉圭的走通 蔡政府老師宣傳 我國外交成績偉然 但事實卻是邦交國一直斷 檯面上面強維持的成績 希望不是掏空百姓的口袋來換 記者余善 請去過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聖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